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国家来了 一个是治理总统巴奇莱特 一个是阿根廷总统马克林 2014年7月的时候 新兵主席曾经对阿根廷进行过国时访问 中阿宣布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目前阿根廷是中国在拉美的第五大贸易伙伴 中国是阿根廷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 就在马克林这些两个之前 跟阿根廷的核电的项目取得了一些进展 其实这个项目曾经经历了一些波折 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了又一次看到了曙光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阿塔姆·巴耶夫抵达了现场 开始的时候宣布的是28个国家的领导人 吉尔吉斯是补充到第29个 是 2013年习近平主席曾经访问过吉尔吉斯斯坦 并且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双方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 和第二大投资来源的国 好 捷克总统泽曼抵达了会议现场 2016年3月终结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目前捷克是中国在中欧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和捷克已经就共建一带一路 签署了双边合作规划 这是中方同欧洲国家签署的 第一个双边合作规划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 对 捷克的面积7万比方公里 人口1000万 去年3月份上总书记两回刚刚结束 第一站访问的就是捷克 而且这次访问跟以往不同 就欧洲是顺房级国家 这次点穴式访问 你再说越来越出现叫点穴式访问 捷克这个国家 比如说我是两次去捷克 在15年的时候终结没有直航 16年开通直航 海南航空开通终结直航 捷克确实有很多好的比如说产品 它的这个斯科大气车是捷克 对 斯科 皮尔森啤酒 最早的啤酒品牌 皮尔森是捷克的 特别是捷克的首都布拉格 被称作叫巴洛克艺术的博物馆 中东16国家当中 第一个建立大学的国家就是捷克 所以捷克这个是这种教育 这种科技的国家 它的无人机 这方面也是中国合作比较看重的 好 现在抵达会现场的是 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 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这个是我们建立的伙伴关系里面 比较特殊的一个 说明这个巴铁 中巴的友谊 确实是这个落实在这个双方人民心中的 我们看到巴基斯坦呢 近些年跟中国在进行这个 中巴经济走廊合作的过程中呢 也是非常的急切的 我们在与巴方交流的时候呢 它的一些学者 往往呢都会自己抄起架来 都是希望呢 中国能够更注重 他们所在的省份 所在的地区的这个发展 希望能够抢到先机 所以呢应该说中巴经济走廊呢 双方的一种合作预言 还是非常强烈的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抵达会议现场 杜特尔特非常看重中国的高铁技术 所以我们说一带路呢 这个古时候讲丝绸茶叶瓷器 今天我们讲一带的优势产量 有很多高铁航天航空造船 其实高铁的优势 其实我们说从基础来说 我们恐怕在其他国家相比的话 我们都处在一个气泡线上 或者一个水平级 量水平级 这个权重上 但是我们的施工能力 包括我们的这个 极端条件下的施工能力 是很强的 比如像菲律宾 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 它高温潮湿 所以我们的高铁 像在海南 已经建了一个环岛高铁 那么这样其实技术 已经积累了一些 在这些国家去建立高铁的一些 前期的条件 瑞士联邦主席 洛伊特·哈德 像刚才小辉讲到的 这是发达国家 人均8万美元 刚才劳春彦讲到的 人均8万美元 这属于发达国家 大家在园中峰会上 都是平等的 对 瑞士这个国家 应该说它的代表 有幸是在于 它在这个国际舞台上 尽管它面积很小 但是呢 确实汇集了世界的很多目光 它有很多的国际组织 而且呢 我们也看到近些年 中外关系的发展 还是在一个非常好的 良性的轨道上 而且瑞士在江苏 还有一个中瑞自贸区 中瑞产业园区 产业园区 已经有了一些 不错的经贸合作 这产品当然是手表了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米尔基约夫 约耶夫 去年6月份的时候 习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 进行过一次演讲 演讲中的很大的篇幅 就是在谈我们的一带一路 对 2016年6月呢 习主席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 访问中呢 两国决定呢 建立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两国同意呢 将共建一带一路 作为两国务实合作的主线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充分地挖掘经贸合作潜力 积极推动产能合作 将吉扎克工业园 搭造成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 也就是说中乌之间 中乌之间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合作平台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巴耶夫 这个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对对啊 所以13年9月最早提出 丝绸之路一代倡议的 就在哈萨克斯坦 对 是2013年的9月份 对 他也是这个 中亚五国中 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所以现在很多的 中国的企业 包括一些城市 到哈萨克斯坦去 寻求一代路的合作项目 秀里斯昨天在演讲中说了 就是中国和中亚之间的通关 速度效率提高了90% 印尼总统佐科抵达会计现场 佐科总统执政以后提出了 将印度尼西亚建设成为全球海洋支点 这样一个战略 中国是印尼第一大贸易伙伴 2016年1月 两国合作建设的 雅加达到万龙的高速铁路 举行了动工仪式 雅万铁路 佐科上任之后 非常强调基础设施的建设 也多次跟中国交流 希望中国能够帮助印尼 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这个总统呢是 他们是说是草根总统 非常关注民生 关注国家内部的发展 我佐科总统特意到中国 来体验过这个高铁 对 肯尼亚总统肯尼亚塔 肯尼亚呢 一个东非国家 我们的蒙内铁路 就在肯尼亚 这个宗教集团在建 一样是将中国的设备 包括我们的标准 管理期间带去 同时我们现在在非洲的 很多铁路项目 要考虑到后期的运营 所以也看重的 就是这个经济的时效 另外一方面 注重生态保护 所以上次王毅部长也说 非洲的很多项目 都可以有他们通 长颈鹿的那样的 一个生态保护措施 好 西班牙首相拉霍伊 我递达 就像刚才赵李教授讲的 西班牙这个地理位置 确实有着特殊的优势 他自己也强调说 为什么你们在比利埃夫斯港 选择一个节点 不在我们西班牙选择一个港口 葡萄牙和西班牙 其实500年前最早去开拓大陆 所以他们也经常给我们讲说 我们对海洋的理解 对海洋资源的理解 对海洋教育的理解 和海洋文化的理解 是两个逻辑的 所以我们说这样 共建21世纪海上四周之路 除了海洋产业 其实也包括海洋教育 海洋历史 海洋文化的共同研究 这位是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 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 其实对这个越南水果 然后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出口 是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的 在90年代的时候 从广西口岸进来 应该说是这个水果的保鲜 一系列都是问题 但是现在我们会看到 越来越多的这个越南的 它的这个特产的水果 进入到中国百姓的市场 我听说好像是从广西的口岸 到新疆只要四天的时间 冷面运输非常快 现在呢还差三位领导人 一位呢是俄罗总统普京 还有一位是白俄罗总统卢卡申科 还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而且越南的好多年轻人 特别喜欢到广西去留学 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大学 所以这也是山水相来 山水相来 民风也比较相近 对 而且越南呢 现在越来越成为 中国游客出游的 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地 据说那里的下龙湾是吧 对 越南应该说是 咱们很喜欢 海上桂林 对 包括它的胡志明市 也有很多这个中国的游客 非常喜欢去 有一种比较独特的风格 这是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 自从2010年达成了自贸区以后 这个来往越来越多 包括我们吃了很多水果 对 不光是菲律宾的香蕉 对 还有其他很俄国家的这个产品 这位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白俄罗斯我们也有一个一带路的品牌项目 叫中白工业园区 中白工业园区 我们说一带路有三个支柱 叫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人文交流 中间第二个就是产能合作 产能合作主要就是在海湾建产业园区 目前比较有特点的 一个是中白工业园区 一个是西港特区 还包括泰国的罗永工业园区 而目前最大的就是中白工业园区 我记得93阅兵的时候 卢卡申科还把他的小儿子带来 然后一起参加我们的活动 这次也带着他的儿子来了 而且个头据说比他爸还要高了 昨天这个网宴的时候看 还给国母送了一份礼物 对 彭联云老师送了一份礼物 特意带来的 对对对 中白之间是2016年9月 双方宣布建立了相互信任 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 中国是白俄罗斯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也是俄罗斯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2016年的时候 中白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15.24亿美元 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正在抵达的路上 如果这个机会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燕七湖国际会议中心 燕七湖国际会议中心是此次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主会场 2014年中国APAC峰会也是在这里举办的 目前这个核心岛上错落有致的处理者 国际会议中心 燕七塔等十多个建筑 绿树和花丛是将小岛分割成了 不同的功能区 那么今天习近平主席将会在 红眼厅一层红眼厅迎接嘉宾 在集闲厅主持召开领导人圆桌峰会 领导人午餐会则会在 燕七酒店的海燕厅举行 燕七湖国际会议中心呢 这座见证了中国主场外交的会议中心 是以中国传统的九宫格图案为依托 立面造型是红艳展翅 汉塘飞扬的这个理念 代表着各方文化友好交流 同时契合着燕七湖的地名 那么在会议中心南北两侧呢 是根据景观特色修筑的 冬夏二园 冬天一个园 夏天一个园 冬园内有艺术展览馆 观景亭等北方建筑 夏园内设有景观塔 碟水 碟石等南方景致 以及一片千余平方米的多功能的草坪 燕七湖国际会议中心主场馆 大家通过画面可以看到 就如同一只展开双翅的红雁 这样来迎接四方的来宾 它融合中国传统汉唐时期的建筑风格 和现代建筑艺术 每一处设计都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 灰瓦 红柱 古朴的门楼 还有这个青山绿水 这几个元素呢融为一体 让人的仿佛置身于一幅幅的山水画卷中 通过这个画面 大家也可以感觉到确实像一幅山水画 那展开的羽翼这个屋顶 不仅是装饰 还是建筑物的一个大草帽 它有效地增加了遮阳的面积 使整个的建筑在节能环保方面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好 我们现在看到 也有领导人的车队抵达了 我们看到这是土耳其总统 爱尔德恩兰兰龙的重要性 也有领导人的后组 也有领导人的设计 也有领导人的主意 我已经看到了 我们看到这是土耳其总统 艾尔德恩兰龙的机构 埃尔德恩兰龙的机构 还有部阳我们看到 还有一领导人的名字 您交给我们还有多重新补 戴爾多安抵達了會議的現場 中方是高度的讚賞土耳其 支持並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願意同土耳其在一帶一路建設的框架內 穩步的推進重大項目的合作 中方也歡迎土耳其2018年來華 舉辦土耳其旅遊年明年 所以沿線國家的民眾 對中國的一帶路的關注 不僅包括這些企業 包括製造業產品 就包括中醫藥 我們去土耳其的時候 很多土耳其的青年人說 我們特別想到中國 學習中國的針灸 推拿 對它來說第一是文化 是教育 但是回國之後是就業 因為土耳其民眾對中國的中醫藥 實際上是很有好感的 因為歷史上的古絲綢之路 大多是經過土耳其的 所以對一帶路對絲綢之路 他們並不陌生 所以現在又將他們的就業 跟中國的這種教育 包括傳統文化結合在一起 其實昨天我們在節目中 也曾經談到 一帶一路倡議所搭乘的 這樣的一個建設框架裡面 為各行各業都提供了機遇 包括醫療保障 包括醫藥衛生 是吧 對 其實在沿線有些國家 確實處於發展的比較落後的階段 那麼在一些疾病的防控方面 還有很大的空間 對 甚至澳大利亞 去年二月份我到澳大利亞 它有個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 它有個中醫藥系 本朔博五百學生 我問他 誰在裡面學習 他說是白人在裡面學習 就是澳大利亞的白人 包括歐美的白人學 百分之八九是發達國家的青年人 在關注中醫藥 其實由醫療衛生 醫療保障等等這些方面的合作 可以延展出來 就是說到底這個一帶一路建設 跟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個人有什麼樣的關係 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 每一個人 不管你是什麼人 只要你有本領 是吧 有能力 其實都可以參與到 這個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中 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 實際上確實是這樣 以前為什麼叫治理呢 治理就多方參與 從公民開始 從個人開始 上面到地方城市 到企業 到國家 甚至到國際組織 所以他強調治理 治理就是多方參與 是公共利益最大化 所以我們說 昨天總書記講治理赤字 它的問題就在於 人們的參與性不強了 所以一帶一路是構建了 一個清晰的藍圖 所以什麼叫責任呢 責任不僅要提供產品 而且要提供確定性 而且要提供這種光明的前景 所以一帶一路如果提供了 一個光明的前景 參與的意願就會增強 所以這個時候就不分國度 甚至不分民族了 小灰 你看 你們是智庫 趙老師也是智庫這塊的 智庫的交流 昨天已經有批評會議 搭起了這麼一個框架了 那麼其他的各種交流 您了解的還有那些嗎 其實就像您所說的 每一個人恐怕都以某種方式 跟一帶一路相聯繫 他或者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參與者 或者是一帶一路成果的享受者 我們會看到 其實在這個交流的過程中 我們感覺到其他國家 它的官員 它的民眾 其實對中國的這種關注度 都在不斷地上升 他們關注中國提出的理念 也更關注中國提供的商機 其實對應該說其他的國家 包括沿線國家 以及這個四手之路 這種延伸地區的國家來說 他們近些年更希望地知道 中國在世界上 將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因為他們感覺到中國的上升 是勢不可擋的 儘管有一些國家 對中國提出了一些不公正的說法 但是這種不公正的說法 恰恰說明他們認為 中國的這種發展趨勢 是一個上升的趨勢 中國的崛起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這個時候他們會想知道 中國在國際舞台上 是不是要扮演一個引導者的角色 就像您剛才所說的 這個中國的角色 應該說現在我們不要當頭 就是不要做一個俱樂部 高端的俱樂部 只有這種符合標準的國家 或者是民眾才能參加 而是要做一個大家的朋友圈 所有的人都能夠在這個朋友圈裡 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所以我們會看到呢 其他國家包括它的商界 對於中國的政策 近些年是非常關注的 包括一帶一路 包括我們在這個十八大以後的 一系列的重要的會議 他們都是通過這個新聞 來這個密切的追蹤 希望從這個字裡行間 發現他們需要的信息 然後轉化成自己企業的行動力 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 兩位對這個思路精神的闡釋中 已經講得非常的透徹 就是說我們這樣的一個倡議 它所飽含的是思路精神 首先是和平合作 就是說和平是第一位的 包括西路熙昨天提的五路中 不是也是和平之路是第一個路嗎 那麼和平合作 就有別於過期的暴力 和武裝的這種介入 對吧 這種合作是完全在和平的環境下 大家一起來平等的合作 其次呢是開放包容 絕對不封閉 絕對不會是一個富國俱樂部 絕對不會是一個什麼 有條件的一個俱樂部 而是一個完全開放的這麼一個框架 對 其實這個 我們國內也講五大理念 開放其實對我們的這個意義呢 包括對國際社會的意義就是 這個不是一個國家去規劃世界 而是要真正融入世界 而且還要共商 而且要共商 共建 共下 而是融入世界 而且所謂開放就是要真正 站在世界地圖面前規劃自己的發展 傳統的合作是區域合作 就是我跟誰挨著跟誰合作 我有什麼賣什麼 而今天的一帶路是要站在世界地圖面前 規劃自己的發展 需求導向 市場導向 另外一點呢 就是這個所謂一帶路 到今天我們強調 有五通 有五路 是吧 剛才您講到智慧對接 對 一帶路既要有戰略對接 規劃對接 項目對接 但更要有智慧對接 輿論對接 還有行動對接 所以這次高峰論壇 包括圓桌會議 其實就是智慧對接 而且是行動對接 對 要邁出第一步 中國已經這四年我們邁出了很多步 那今天我們國際社會要攜手 包括發展中國家 也包括發達國家 共同邁出這個第一步 所以一帶路也是一個所謂 世紀工程 但同時要這個落於細微 對 剛才您突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和平 確實呢 我們看到這個一帶一路 可能大家猛一聽的時候 第一個感覺它是一個商業之路 是一個這種合作之路 是經濟方面的 但是恰恰中國把和平 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我覺得中國說和平 回答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中國自身怎麼發展 近些年應該說中國在國際舞台上 不斷地重申 我們會是一個和平發展的國家 我們要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 起初有一些國家提出了一些質疑 但是通過一些年的觀察 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學者和官員 在說中國確實還是在堅持和平的道路的 因為中國自身的發展 就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 而同時呢 我們看到中國談的這個和平呢 也是希望世界保持和平 剛剛我們說到這個聯合國 對中國的貢獻表示認可 包括我們的命運共同體理念 一帶一路理念 對於阿富汗的重建的貢獻 這也是說中國呢 認為我們的周邊呢 應該保持一個和平的環境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和平的環境 自身不能發展 對於其他國家來說呢 也是一個災難 而我們看到這個一帶一路 都要從周邊出發 近些年的周邊的國家呢 也一直在擔心呢 能不能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 從這個中國的表現來看呢 應該說很明顯 中國是一個地區和平的維護者 我們是穩定毛 不是一個麻煩的製造者 這與其他的一些國家的做法 是明顯不同的 不要把這個周邊的環境 攪亂攪混 這對於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不公平的 所以近些年我們看到呢 儘管呢 中國和周邊的國家呢 還存在一些爭議 但是呢 雙方都有管控爭議的 這樣的一種意願 今天您也提到有很多東盟國家的這個領導人 來到這一次的高峰論壇 他們呢 近些年呢 對中國維護地區和平的貢獻是非常認可的 甚至呢 有一些這個域外國家來攪局的時候 東盟首先站出來說 我們正在跟中國進行合作 所以不要攪亂我們合作的步伐 不要干擾我們 所以這樣的一種這個態勢 應該說是一帶一路 一個落地生根 帶來的必然的結果 對 而且這個和平之路啊 其實也是有個邏輯和脈絡 比如說 九月提出一帶路 但是六月提出新型大國關係 防美的時候 2013年3月提出新型國際關係 防俄的時候 新型國際關係的核心 就是不衝突不對抗 就是國際社會說 你怎麼能確保不衝突不對抗 你的方案是什麼 你的要方是什麼 其實我說一帶路就是一個方案 通過互聯互通 原來的西方的全球化是中心邊緣很清楚的 中心侵蝕邊緣 邊緣服務中心 所以會出現很多邊緣地帶 所以在一夜之間 所以你看邊緣的人民感到不滿不安 就回到了什麼 歐洲文明去輕輕報復 會出現那樣大規模的 所謂非法的移民問題 而中國的這個一帶路是要去中心的 去中心就是所有的國家和節點 它都是中心 節點即中心 所以節點化扁平化 這就是全球治理的一個重要理念 不要過多的凸顯 你是中心我是邊緣 或我是中心你是邊緣 我們都是中心 或者都是節點 所以這種理念 其實我覺得是很有道理的 另外一點呢 這個新興國際關係的一個出發點 叫做修西底德陷阱 所以歷史上西方人說 都是大國和這些新興國家會有衝突 你們怎麼確保 總數據說過一句話很有道理 他說不要拿2500年前的希臘的藥方 來解決現代人的病 那古時候是這樣 但今天不是這樣 那今天拿比如說拿大國關係來說 有的人說這個一個國家和另一個國家衝突 會不會是雞蛋碰石頭 但是在今天其實不是雞蛋碰石頭 或者是雞蛋碰雞蛋 或者是石頭碰石頭 所以這個成本在加大 所以這個國家也不會願意 傾向於用戰爭方式來解決衝突 但是如何確保這些區域間的 比如說非傳統安全問題 那很大的問題就是沒有經濟發展 沒有就業沒有教育 是人的素質問題 所以一帶路提出發展是根本之道 對 所以說這裡面就有一個創新的概念在裡面 包括您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這樣的一個方案 我們這樣的一個路徑的設計 本身就是一個創新 實際上我們剛才談到的 無論是武通也好 武路也好 或者說思路精神也好 這裡面很多的理念都是創新的理念 前面我們講到了和平合作 講到了開放包容 那麼開放剛才大家講的很多了 包容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一條 那在整個這樣的目前的 一個國際複雜的大局勢的背景之下 要搞一帶一路建設 這個包容得多麼重要 因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發展階段 不同的這種理念 甚至不同的戰略 怎麼樣能夠對接起來 怎麼能夠包容起來 這是很重要的 在一個思路精神裡面 還有一個互學互建 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 就是說互學互建 不只是中國和思路沿線國家之間的 這種互學互建 那麼整個的參與者 他們之間 是不是都有互學互建的這個問題 確實是這樣 我覺得這一次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是一個承上企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論壇 它承上是把過去的經驗加以總結 企下就是像您所說的 搭建一個大的平台 不光是中國和其他國家單線的聯繫 而是我們把所有的參與方 所有願意參與的國家 都召到一個平台上來 給他們一個機會 能夠互相的交流 這樣其實不是中國和其他國家的 這種雙邊的合作 是單線的合作 而是一種網絡化的合作 所有的國家只要願意 都可以參與到某些項目中來 就像這個習主席 在與特朗普總統 進行會面的時候所說的 中國也歡迎美國 參加到一帶一路的相關合作中來 這個不是一句客套話 而是美國完全可以找到一種 你覺得舒適的方式 來加入我們的倡議 也許你不參加中國的項目 但是可以參加中國和其他國家 進行合作的項目 任何一種方式 我們都是歡迎的 像您所說的開放和包容 這是一個關鍵詞 我們不一定設計一個固有的路徑 或者是標準 其他國家必須削足視率 然後加入到我們的 這樣的一個框架中來 而是任何一個國家 都可以提出它自己願意的方式 而且這個開放和創新 其實還可以結合在一起 比如說現在一帶路 提出叫第三國合作 比如說中法 共同開拓英國新克利小核電項目 我在英國的時候 英國人就是說 如果單獨法國人來 恐怕我們不歡迎 因為歷史上 英法之間有溯苑 有歷史上 現在中法共同開拓英國市場 這就是一個第三國的案例 我們現在提出比如中韓 中德 中澳 中美 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 比如共同到非洲去 到東南亞去 到拉美去 這既是開放 但其實也是包容 對 絕對就是不獨唱 對 是大家的一種合唱 不是獨奏 是交響樂 對 剛才我們看到 昂山蘇記穿著一身紅衣走過紅毯 您也提到了 中緬之間的原油管道 已經開始疏通 對 這樣的一個成績 其實背後也反映出來 中國的包容性 最初中緬進行合作的時候 其實包括緬甸國內 包括國際社會上 有一些雜音 就認為中國是別有所圖的 但是我們看到 中緬的原油管線 實際上是一個多方合作的結果 多方合作就避免有些國家 給我們扣這種比較惡毒的帽子 也避免中國和其他國家 合作的過程中 忽略了其他各方的利益 一個大家一起來建設的 這樣的方案 可能更符合更多國家 和更多方面的利益 互聯互通效率無窮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比如說一個國家 像老歐這樣的國家 如果它真的想修鐵路 或者說它真的想修 超出自己國界的鐵路的話 它一個人想 一個國家想 肯定做不到 但是如果它單獨跟泰國談 或者單獨跟周邊的這些國家談 那它得一個一個國家談 但是如果有中國這樣的一個 合作框架的話 那麼有一個國家主導 甚至中國或者跟另外一個國家來主導 大家一起來參與 這不就成了一個可能的項目 對不對 對 而且一帶路 我自己也提出個觀點 叫痛點經濟學 痛點經濟學 為什麼叫五通 通的背面是痛 這些國家實際上是有痛點的 在全球治理 昨天總說講赤字 和平赤字 和平赤字 發展赤字 發展赤字 還有治理赤字 這就是痛點 包括像老歐這樣的國家 包括英國 英國的北部也有痛點 它的這個北方經濟引擎 因為它的發達國家 其實也出現了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它的利茲利物浦 紐卡斯爾 謝菲爾德 曼徹斯特 神經是英國世界工廠的經濟引擎 但這麼多年 經濟的這個聯通性下降 基礎設施落後 國際化程度減弱 所以這是它的痛點 所以有痛點 所以就要去打通痛點 而打通痛點 你是自己去通呢 還是大家合力去通 對 所以這叫優勢互補 所以一代路 昨天也提了八個字 叫戰略對接優勢互補 要合力去打通痛點 而痛點經濟學 它的基本內涵就是 人們體驗的痛點 就是市場的盈利點 同時是體制機制的完善點 所以從政府來說 要進行體制機制的完善 比如說通關 檢疫 貿易 貿易規則 對企業來說 就是市場的盈利點 你比如說 剛才說柬埔寨 柬埔寨大米非常好 其實我們中國人知道 越南大米 但柬埔寨大米非常好 多次國際經濟 但這個國家 它的大米技術不行 儲存技術不行 加工技術不行 所以大米一上市以後 就被其他國家買走了 它沒有品牌 它只是原材料 只是農產品 那如何中國企業 能夠跟這樣的國家合作呢 我們說叫一國一策 一時一策 柬埔寨是農業國家 是吧 所以對它來說 它的痛點是農業 所以我們如何將我們的 好的農業設備 和農業技術 帶到這些國家 所以我們要解決一個 誤區問題 一帶路不僅是工業項目 是吧 不僅是產能項目 也包括文化項目 甚至包括農業項目 痛點是我們的出發點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被歡迎 比如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非常歡迎中國的電鑑企 因為它很多城市缺電是痛點 有的城市一天二十個小時缺電 所以又歡迎中國的電鑑企 對 據說有的城市 即使有電的話也是不穩定 定點 比如說到用電不是高峰的時候 它就給你停 保證你高峰的時候能用 但是中國的電鑑企業 電鑑企業去了以後 它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有電 對 人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對 我們思路基金的第一個項目 就是巴特洛水邊站 好 現在我們再來觀察一下 現場的情況 俄羅斯總統普京抵達了會議現場 習主席昨天在會見普京的時候說 中俄兩國是好鄰居 好朋友 好夥伴 今年是中俄友好和平發展委員會 成立二十週年 和俄中友協成立六十週年 雙方有許多豐富多彩的活動 中俄之間建立的是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這個也是我們夥伴關係網絡中 比較特別的一個 只有中俄關係中有協作兩個字 這就說明了 首先中俄作為兩個大國 我們有協作的空間 尤其是在國際重要的舞台上 另外也說明 中俄近些年的關係 確實是在一個高位運行上 俄羅斯的面積非常大 在馬復原遼闊 一千七百零七萬平方公里 很多是沒有發展開發的土地 特別的西伯利亞地區 對 有一次開會 他一個年輕人 他沒有問問題 他直接問了一個 沒有問學術問題 他問了一個跟他關注的問題 他說我們能不能到中國來找工作 來參與一帶一路 西伯利亞的青年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也對一帶一路很感興趣 對 一帶一路的倡議和整個的框架 他是一種 就像小輝講的 是一個網絡化的 這麼一個布局的感覺 網絡化的感覺 好 現在呢 與會的32位領導人 都已經抵達了會議現場了 一會兒在一樓的紅燕廳 習主席呢會來迎接 與會的各國貴賓 好 一會兒圓桌峰會就要開了 那麼兩位對於圓桌峰會的召開 有什麼樣的期待 這個 我當然第一個期待 就是想聽一聽這些國家領導人 包括國際組織的負責人 他們的關切是什麼 因為他們這次來到中國 已經通過昨天的會議 了解到一些帶動的細節 包括進展 包括甚至的問題 所以我們非常期望看到 他們關切的具體問題是什麼 我比較關注的是呢 這些國家他們應該說是千差萬別 這個大家不是俱樂部 是朋友圈 那在這個朋友圈裡頭呢 是不是每個國家 它最重要的這種想法 它的理念 它的利益 能夠得到這個一帶一路的關切 而且呢 同時我們會看到呢 這些國家在交流的過程中呢 是不是真正能夠找到利益的融合點 剛才我們講這個思路精神 前面講了和平合作 講了開放包容 講了互學互建 最後呢是互利共贏 其實這樣的圓桌峰會 最後應該達到的一個目的 就是互利共贏的這樣一個成果 對互利共贏呢 我覺得對所有的國家來說呢 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就是互利共贏 並不意味著 這個兩方或者多方之間呢 非常均等的來評分利益 這是不可能達到的一個現象 所以呢 各方之間呢 應該看到呢 只要是共贏 就是一個合作的良好的狀態 不要在乎這個蛋糕 誰多吃一口 誰少吃一口 只有這樣呢 才能最後呢 能夠達到大家所要求的 這種利益的共識 昨天西主席講 陸陸相通 美美與共 對 這個 怎麼來理解 這句話呢 其實從昨天上午到晚上晚宴 就是一脈相承的 從最開始 世紀工程 到思路精神 到後面文明之路 到陸陸相連 美美與共 其實這些話 有一個邏輯 就一帶一路 它既是物理連動 但它也是化學反應 好 我們來看一下現場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 拉加德 世界銀行行長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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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塞俄比亚总理 海尔玛里亚姆 斐济总理 姆拜尼拉玛拉 希腊总理 齐普拉斯 匈牙利总理 欧尔班 瑞士联邦主席 洛伊特哈德 意大利总理 珍迪洛尼 塞尔维亚总理 武器齐 缅甸国务资政 昂山素季 巴基斯坦总理 谢里夫 马来西亚总理 纳吉布 波兰总理 谢德沃 西班牙首相 拉霍伊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总理 维克拉玛辛哈 蒙古国总理 俄尔登巴特 阿根廷总统 马克里 志力总统 巴奇莱特 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科 杰克尔总统 小砍 他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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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老挝国家主席本阳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哈萨克斯坦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 吉尔斯斯坦总统 阿塔姆巴耶夫 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米尔纪约耶夫 俄罗斯总统普京 阿塔姆巴耶夫人 好 刚才呢 我们看到姓名主席在燕青湖国际会议中心一层的红颜厅迎宾厅 一一的欢迎来今天参加圆桌峰会的各国贵宾 现在呢 欢迎议宾之后呢 预会的各国贵宾正在前往集贤厅也就是圆桌峰会的会场 刚才呢两位嘉宾也谈到了你们对这次圆桌峰会的一种期待 其实这个集贤厅这个名字一开始我们也谈到了 确实这个非常的贴切 各国的贵宾群前逼致 在这样一个集贤厅里面讨论非常重要的话题 这种顶层设计的这种对接 对于接下来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会有什么样的促进作用 这个叫战略对接优势互补 所以首先呢是这个各国的领导人 包括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对一带路的这个目前的进展 包括要点要形成一些基本共识 我觉得首先是共识之后呢 就是对未来的发力重点要形成一些 比如说原则性或者是总体性规划性战略性的一些安排 所以是共识家安排 那么当然这些国家你可以看到是差异性很大 发展水平的落差也很大 关注的焦点肯定不一样 但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这个五通建设 希望能够聚焦 但是聚焦的前提是聚制 聚制方能聚焦 要把这个各国的这种问题不一样 但背后的一些思路和理念 能不能形成一些共识 然后基于共识呢 去做一些新安排 做一些有效的安排 去将一带路的这个工作 更加扎实和有效的去推动 我们记得当时这个习主席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以后呢 有一些这个外国学者就问我们 为什么你们的五通 要把这个政策沟通放在第一位 因为在他们的这种印象里呢 一说这个通 首先想到的是路 然后想到的是光栏 管线什么这些能够看到 没得着的东西 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在想这个 为什么其他国家关心政策沟通 就像您所说的 一带一路呢 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倡议 所以呢 需要这种顶层的设计 需要整合的资源 如果在这种政策层面 打不通的话 好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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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各位 感谢观看 各位各位 感谢观看 在这里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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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论坛的场合 在圆桌会议上 每个国家领导人 更多的要代表的是 自己人民的利益 代表的是全世界 更广泛的人民的利益 所以只有在 本着这样的一个精神 才能在圆桌峰会上 形成最广泛的共识 而不是因为各方 有不同的利益 不同的诉求 甚至有自己的小算盘 最后使得总体的成果 遭受到损失 我们知道 这个一带一路的原则 是共商 共建和共享 那么今天这样的 圆桌峰会 是不是共商的 一个最具体的体现 确实是这样 就是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 这是我们的主场外交 但是主场外交 但是服务于不同国家 甚至包括没有到场的国家 因为它会聆听 这些代表的声音 关注他们交流的重点 所以这个一次论坛的成功 也看它是不是的产品 能够被国际社会所分享 并不是这三十多个国家 包括国际组织 是被全球提供的公共产品 所以咱们这个发言当中 也专门提到是公共产品 对 公共产品 所谓的公共产品 那就是来为所有的 大家共享的这么一个 共用的这么一个平台 或者说是为公共服务的 这么一个产品 而且还要加一句就是 最开始一带路 很多人想 是不是一带路 就是服务于中国 所以这个是不是服务于产能 服务于你的经济 服务于你的地方 但其实我们从13年到现在 一直在讲 它是一个全球公共产品 所以你看总书记讲话 无论是昨天的主旨发言 还包括今天的开幕式 他就在讲 一带路的初衷 是因为有全球的问题存在 是有国际形势的变化 是由于这样的全球问题 和国际形势 所以才会有 一带路这样的产品出现 所以它是服务于世界的 而不仅仅是 服务于中国一方的 西主席说是各国彼此依存 这个应该说是 大家都要记在心里的 一个一年 而且西主席也曾经说过的 几个赤字 三个赤字 那么在今天的共赏的过程中 您觉得 与会的这些领导人们 会在哪几个方面 哪几个方向上 有一些共识 我觉得首先呢 大家可能还是要讨论 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 近些年呢 应该说 目前我们遇到的 一个问题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动力不足 这个蛋糕无法再做大 所以呢 大家先要找到动力 恐怕呢 中国提出的创新呢 是各方讨论的 一个重要的点 西主席也说的 这个一带一路 是创新之路 而这一次的 这个高峰论坛的 圆桌会议上 各方呢 也需要再次讨论 创新的问题 就像去年的 二十国集团峰会时 这个创新要放在主题中 而这一次的会议呢 创新同样也在主题中 另外呢 我觉得各方呢 还是要讨论当前面临的 一些具体的问题 因为我们会看到 世界上很多的问题 并不是一个国家 能够解决的 尤其是在治理方面的问题 治理的这个漏洞 治理的赤字 是需要各国来共同努力的 不是中国的责任 也不是其他大国的责任 所以要共同商讨 另外呢 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更讨论一些 这个关系到民生的问题 因为我们注意到近些年呢 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的国家 都非常关注民生 所以呢 是不是能使方案真正汇集民生 也是领导人们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习主席在刚才的一个致辞中 对于武通呢 也做了一些深入的推进性的阐述 包括这个资金的融通等等 最后呢 是落在了这个民心的相通 就是说民众是主力军 民众呢 也是最终的受益者 对 怎么来理解这句话 这个其实是有两个层面 这次元桌峰会呢 他刚才有提到一句 要加强政策协调的对接机制 这恐怕这个元桌峰会之后 还会有一些机制性安排 所以这是一个关注的焦点 因为一次会议之后 还如何去落实进一步推动 而且很多问题是动态性调整的 所以加强政策协调的对接机制 而这个政策对接的初衷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广大的民众 这些比如说就业问题 教育问题 而且另一方面 我觉得这个元桌峰会 除了谈一带路的具体问题 它还会放眼全球 谈全球治理的一些相关问题 比如刚才总书记提到的 这个发展的不平衡加剧 贸易和投资的这个低迷 以及大规模的移民和难民问题 有些问题不是国内的就业问题 它可能是这个跨越国际的问题 比如气候变化问题 这次也来了这个太平洋岛国 它可能更关注的就是 气候变化问题 所以有些问题我觉得它会不限于一带路的一些 比如具体项目 具体内容 因为它毕竟是各国领导人 它是要谈论一些 我觉得更 包括更宏观 也是更有远见的一些 长远发展的一些战略问题 其实说机制性的一些共识有可能会达成 最终可能还是要落回一带一路上面 因为既然有了问题 大家要找到答案 那这个答案最终还是要落回一带一路 这样的一个中国的方案上 通过中国的方案来共同应对 当前世界上出现的纷繁复杂的问题 好 各位们您现在收看的是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特别报道 那么现在园桌峰会 领导人园桌峰会正在进行 在一个小时之后会有相关的成果的发布 那么这一时段的特别报道 我们先告一段落 一会儿我们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